3月31日,美国白宫发布能源相关措施的情况说明书,称总统拜登将宣布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计划,以应对俄乌局势导致的美国国内油价上涨。 计划显示,美国将每天释放100万桶石油,持续6个月时间,总计1.8亿桶石油。 白宫称,释放战略原油储备将立即支撑全球供应,将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缓解美国普通家庭所感受到的通胀之苦。 今年年初,美国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加仑3.3美元,目前它超过了4.2美元,增长了近亿美元。 此外,拜登还将呼吁国会对租用公共土地但不生产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实施经济处罚。 受此消息影响,美国WTI主力原油期货短线跌幅扩大,日内低超5.5%,并失手每桶102美元。 但高盛直言,白宫屡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做法在长期看来不可持续,无助于解决石油结构性短缺。 美国国务院3月31日宣布,从2022年4月11日开始,美国公民将能够在其护照上自行选择X作为第三种性别选项。 该选项将护照持有人识别为未指定或其他性别身份。 民众选择的性别不需要与出生证明,以前的护照或州身份证、医疗文件等证明文件上的性别相匹配。 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新选项将成为今年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PRECHECK计划更新的一部分。 新措施是整个政府努力促进公平和包容计划及流程的一部分。 国土安全部将努力合作,迅速实施这些改革,以更好的为美国公众服务。 美国抵押贷款融资巨头房地美公司3月31日表示, 美国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合同的平均利率跃升至4.67%, 达到2018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一周前的4.42%相比,美国30年期固定利率延续了稳步上升的趋势, 使得住房贷款利率4年来首次接近5%,速度快于预期。 据悉,利率的上升通常会减缓购房活动, 但根据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的数据, 在过去四周中的三周,购房者提交的申请数量仍有所上升。 洛杉矶线一项名为呼吸的收入保障项目从今天3月31日开始启动, 该计划将在符合资格的申请人中随机抽取1000名, 提供每月1000美元的补助为期三年。 被选中者将通过借级卡收到前,收入没有附加条件。 申请该项目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住在洛杉矶线的社区, 家庭单人收入低于5万6千美元或四口之家的家庭收入低于9万6千美元。 经济状况受到了大流行的负面影响, 如失业,收入减少,因学校关闭导致儿童保育费用增加, 医疗费用增加等。 目前,未参加县、市或其他公共或私人实体提供的其他保障收入项目。 每户只有一人能参与该项目。 申请从3月3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13日, 只要符合上述条件,无论身份如何,都可以进行申请。 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31日签署了 以卢布进行天然气贸易结算的法令,新规定自4月1日起生效。 普京此前宣布,俄方向欧盟成员国等不友好国家和地区供应天然气时,将改用卢布结算。 他强调,如果拒绝从4月1日起以卢布结算购买天然气, 这些不友好国家的公司将被视为未遵守天然气合同规定义务, 合同效力将被终止。 德国总理苏尔茨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表示,不接受卢布结算令。 另一方面,俄罗斯央行31日宣布, 其已确定与外国买家进行天然气结算的特别账户制度。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3月31日表示, 载轨飞行的神舟13号航天员程组正在紧张进行飞船返回各项准备。 据悉,160余天的太空飞行中, 三名航天员在地面科技人员支持下, 圆满完成了两次出舱活动, 两次天工课堂太空授课活动, 开展了多项科学技术试验与应用项目。 航天员首次载轨通过摇操座完成货运飞船与空间站对接。 飞行程组创下了中国航天员连续载轨飞行时长新记录, 为后续建造空间站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载轨稳定运行, 航天员程组计划于4月中旬返回地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阶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速度 则理掉。